正见广播 瘟疫灭中共 上天再留人 面对覆盖全球的瘟疫 全世界用尽了各种措施也无能为力 专家们无奈地提出 人类要与瘟疫共存 俗话说 酒阴下大雨 酒病病死人 这场瘟疫最终会导致历史的巨变 瘟疫始于中国武汉 国际上称为中共病毒 两年多时间在世界溜了一圈 今年又在中国大陆爆发 中共越是掩盖真相 最终越会丑态百出 在可耻可悲中收场 想想当初的武汉 后来的西安 今天的上海 中共都是采取惨无人道的极端的封城 清零 打压 欺骗 中国同胞被中共像对待畜生一样的管控 不知有多少人被饿死 病死 精神崩溃 自杀 造成的灾难 令人毛骨悚然 由于中共整个体制腐败透顶 荒淫米烂 逆天叛道 流氓无耻 催化了社会道德全面崩溃 才招来上天利用这场瘟疫 惩治坏人 这正体现出 人不治天治的天理 中共不亡 瘟疫不去 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 人们终于认识到什么也不重要了 没有活着才最重要 可是历史在聚变 正邪在较量 人想活下去 必须顺从天意 得自己选择一条正确的路才行 人类的历史就像一场大戏 剧情的跌宕起伏 曲折惊险 一步步都是定下的 该亡者必亡 该星者必星 会看戏的看门道 不会看戏的看热闹 稳坐钓鱼台 坐观风云起 江子牙奉师命下山封神 驻舟法咒 垂钓鱼喂水 等待时机施展雄才 江子牙的师父原始天尊 熟知人类历史的剧本 咒王昏庸无道 好色奸淫 亵渎神灵 宠信狐妖 听信禅言 残害忠良 六百年商朝江山气数已尽 即该灭亡 原始天尊派江子牙下山 辅佐文王五王父子奉天成韵 广师恩德 灭掉商朝 建立大洲基业 这只是奠定中华五千年文化的一段过程 可原始天尊赋予江子牙最重要的使命 却是封神 江子牙作为神的使者 手握封神榜 肩负着重任 持正义得胜 了善恶各报 最后登台封神 把上天选择的生命送上神坛 要知道是上天安排了改朝换代 届时封神 江子牙按照神的旨意 纵横人间叱咤风云 一步步完成了他的使命 看看当今的人间 古风不存 道德败坏 风云四起 万事纷争 特别是两年多的瘟疫 笼罩人类 横扫全球 打乱了人类发展和生活的秩序 一再给人类敲响警钟 敦促人们反思 只有众德向善 顺从天意 才能获救 得道者已经看到了 那毁灭性的大祸将会不期而至 历史将发生巨变 土故纳心 上天在挑选有善念良知的人 进入新的纪元 这些年来 神的使者也一直在世上寻找神佛选定的那些人 人类历史大戏的主台在中国 特别在末法末节的最后 人类的这一期历史就该结束了 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极其可怕的 七十多年前 中共这个反天反神反人类的吸来魔鬼 侵占了中国大陆后 中国历史也进入了最黑暗的阶段 魔鬼的本性就是与神对抗和危害人类的 因此中共一直宣扬无神论 进化论 斗争哲学 与天地人斗 疯狂破坏传统文化 破坏人的道德 欺骗人们没有神佛 不存在善恶报应 并一次次的大搞运动 杀害了八千万无辜的中国人 特别是中华民族的精英 和那些不听信他邪恶理论的人 以及信神向善的中国人 并以此逼迫人们背叛传统 抛弃人性 互相伤害 一步步把人们变成鬼兽 上天在特别关注着每一个中国人 希望更多人能躲过天灭中共的大难 进入未来 2002年 在贵州平塘县长步乡 桃坡村风景河谷 发现从高山上落下的巨石断面处 罕见突起的中国共产党王六个大字 经专家考察鉴定 非人公所为 乃天然形成 人们称之为王共石 因此 天灭中共的信息不翼而非 广传世人 王共石的出现至今20年 也就是上天已经给了世人20年的机会 只有远离中共魔鬼才能不为他陪葬 特别是从武汉引发的瘟疫 防不胜防的笼罩全球 快三年了 且不断变种 最后会变成更可怕的毒株 在中国大陆收场 直到中共灭亡 时间一到就不等人了 对中国人来说更是紧迫 中国人本来是善良的群体 是神佛的子民 明尊卑 知廉耻 重道德 守信用 几十年来 中共用他的一套魔鬼理论 把人们变坏了 背叛神佛 远离传统 抛弃祖先 去做马列子孙 然而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是不变的天理 这些年来 上天指派神的使者 把天灭中共的信息 传遍了人间 让人们做出光明的选择 最后的时刻 上天依然审视着 人们的思想行为 向善还是向恶 从中决定着 人的生死存亡 三国演义中有一段故事 刘备的妻子 弥妇人的哥哥弥竹 家资俱厚 尝到洛阳做买卖 一次在外坐车 路上遇到一个美妇人 要求坐车同行 弥竹下车让美妇人坐车 自己步行 美妇人让弥竹也上车同行 弥竹上了车 端然而坐 目不斜视 走了一段路 妇人下车时对弥竹说 我奶奶放火得兴君 凤玉帝旨意放火烧你家 刚才看你已成相待 是正人君子 特意告诉你 赶快回家把家资运出 我晚上来放火 夫人说完转瞬不见 弥竹大惊赶紧回了家 把家中的家资和人都移到外边 晚上从厨房中果然起火 房舍全部烧光 人和家资安然无恙 往往灾难到来时 神都在洞察着人的行为和心态 真正善良的人就会得到化解 而那些人性灭绝的人 就会失去一切甚至生命 上天旨在挑选还能回到神佛的尊下 愿做神佛的子民 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华儿女 彻底抛弃中共魔鬼的人 等中共灭亡后 在中华大地上重振家邦 恢复古老的传统文化 恕世界中心之国之礼仪楷模 所有任贼做父 不肯退出中共的人 和坚持跟随中共魔鬼的人 都是上天淘汰的对象 多年来 法轮功学员一直告诉人们 天要灭中共了 中共灭亡时会有大难降临 退出中共组织 顺从天意方可逃生 同时劝人们要向善 敬重神佛 明辩善恶 支持正义 不随中共堕落 方可免遭大难 进入未来 有人说 法轮功学员 为什么冒着危险 还要告诉人们这些呢 法轮功是一种古老的佛法修炼 也称法轮大法 教导学炼者 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 去做好人 注重道德 实时替别人着想 做更好更好的人 到了更高的境界 能知晓将要发生的大事 他们不忍人们在中共灭亡时 与中共一同毁灭 才怀着大善之心 告诉人们退出中共魔鬼组织 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事 都是遵照神的旨意 肩负使命 替天行道 无私地救人 中共魔鬼迫害法轮功的一切说法 都是谎言 骗局 目的是让人们仇恨佛法 远离真善忍 最后在大难中毁灭 退党不用去中共组织退 有条件的 可以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 声明退出加入过的党团少先队 加入过什么退出什么 然后签上真名化名都行 没有条件的可将声明写在纸上贴出去 或写在前上花出去 或者真心地对着上天说 我声明坚决退出中共 打倒中共魔鬼 暂解燃眉之急 等有了条件再到网站声明 同时诚心敬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也是躲避大难的妙方 因为这九个字是佛法真理的体现 有益于每个人 诚心诵念或默念这九个字 神就会保护你免于大难 进入美好的新纪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灵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